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一到夏天,高温天气就会让人觉得难以承受 恨不得时时刻刻都可以待在空调房中 与WiFi和西瓜为伍 不过看到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最热国家之后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心里平衡了 因为它全年温度都在30摄氏度以上 自然条件相当恶劣 这个国家就是位于非洲中西部 与撒哈拉沙漠接壤的尼日尔共和国 尼日尔共和国国土面积有130万平方公里 人口有2000万,是非常典型的地广人稀的国家 可惜国家内部基本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而且经常处于干旱缺水的状态 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 所以当地人只会生活在南部 很少有人会住在其他地区 大家之所以选择南部地区 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条尼日尔河 它可以提供给当地人工业用水 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 极大的满足了当地人的用水需求 如果没有尼日尔河的话 2000万人的生活日程会面临严重的缺水困扰 到时候肯定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 只可惜当地人获得用水支持之后 还是没办法改变经济发展情况 所以生活水平依然非常落后人均 就算是首都尼亚美 规模和GDP收入也不过相当于我国的一个县城而已 通过这种更为直观的对比 就足以让大家看到尼日尔共和国的发展进度究竟有多慢 不过对于尼日尔来说 想要求得稳定的发展 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必须要沉住性子 一步步来才可以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